启示录第六章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 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它 它便出来 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它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笔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 油和酒 不可遭的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做死 音笔也随着它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贴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 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 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申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 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树木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 天上的星辰 坠落于地 如同五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旧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了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 陈崇尘 将军 将军 富富 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 向山河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奴婢作宝作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